出來 習近平他是鷹派當道 可是他鷹派裡面 我們看這個國安團隊 他那個戰狼的那一種姿態 我們看看是 他在香港的這一個國安團隊裡面 任用一個人 這個人是算是 應該叫做國安署的署長 他叫做鄭彥雄 他怎麼樣呢 他過去有一個很特殊的經歷 是他在處理這個烏坎村的事件 我請教明鳳姐 烏坎村事件 可能台灣觀眾朋友不是那麼理解 但是呢 當時是因為土地私底下被變賣 生不生氣 當然很生氣啊 可是居然他的處理的方式就是 用一種高壓的方式 來鎮壓烏坎村的村民 而且呢 當時這一個地方 他們有一個抗爭行動 他還做的事情是說 那我跟外面的媒體來求援 看有沒有辦法幫助 那這位老兄他就講說 境外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訴 他其實就是一個強硬派的 李鳳姐 對 他其實 可是他講話真的很像流氓 那這個烏坎村就是說我這個土地跟 本來是跟地方政府有衝突 後來他用採取高壓 這個鎮壓的方式嘛 所以就變成很像香港今天 警民衝突一樣 那這個人一上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用那種皮條式的方式 在做一個對應嘛 他就跟那個村民講說 你去找幾個人媒體來 就可以解決事情嗎 這個你們不指望 我們這麼好的政府 可以解決問題 你們指望那些爛媒體 爛網路 爛報紙可以解決問題嗎 他就罵那些外國的媒體嘛 你這種口氣講話 不是像流氓 像什麼呢 對不對 然後可是問一治 整個國安團隊 這個人真的不是最厲害的 我告訴你這個所謂的 這個顧問 就是國家安全事務局的顧問 那他是叫這個 駱惠寧 駱惠寧 這個人是2014年開始跟著 習近平做這個 3C的官場震 地震的這個 最重要的處理的打手 那關西官場是什麼樣子 就是當時習近平一上來 就開始打攤嘛 打攤就打到3C省的官員 大概有367個人都被調查 其中這個包括整個省委書記等等 最大的官期部級的官員 都有7個人被調查 所以3C倒是講說 他的官已經去掉一半了 那當時如果有人有一個笑話 是說 如果你要 你要這個做找官的話 去3C最方便 因為3C急著真官員 因為他們 他們 對 都跑觀光 那所以說他就派這個 如果會你去3C整個做一個整治 所以我告訴你 這兩個人都是一個處理這個重要事情的一個 一個橫角色 所以這整個 這整個國安團隊 他其實是一個所謂的副國級的安排 副國級就是 鄭國級就是習近平那個政治局常委 加上王岐山總共有八個人而已 其他的官員都叫副國級 所以這個這個層級算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他可以跟港府的角色 港府港政府的這個權力 大概是一致的 所以未來也沒有說誰要聽誰的 那完全這個就是看林鄭的這個政治角色 跟所謂的這個國安的 國安團隊的這個手法 所以雙方在這個方面 是不是這個政府內部會不會有這個鬥爭 大家也覺得非常的非常的懷疑 那其實他這個每個人都非常的厲害 你說這個副署長 大家都連臉都看不到 那就是說來自於國安體系的 神秘的特務投資 對 那其實這個人可能就是也是公安部的一個 本來就在做港澳工作的一個副部長身上來的人 那就是說大陸大陸在做這個就是他偷偷已經在港 香港地區潛伏做工作做很久 但是沒有浮出檯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安排 他就幾乎是公安的一個系統 公安跟國安還有這個軍隊 因為香港早就有中央的駐軍存在了 所以未來香港就是公安國安家駐軍隊的一個統治 那這個整個情況就是變成非常的非常的風聲鶴唳就對了 所以說這整個一個團隊的顯示 就是習近平完全在操控這個東西 當時國安法要通過的時候 這個有些人就在聊天 就說你國安法會定到什麼程度 然後有人問說你問一個香港的朋友 他也是在做相關工作的人 他說會不會弄到什麼派人來法官來審查 或是什麼什麼東西的 然後那個人就很樂觀說不會 那你就乾脆派個書記來就好了 果然他就真的派了一個 很像一個香港省的書記來管 那所以說這整個香港的這個國安團隊 就是就是這個每一個人都是狠角色 所以未來這個我覺得金民 這個景民的衝突也會越來越嚴重 那香港內部這個跟這個所謂中共派來的國安團隊 跟香港政府之間的磨合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富戀 富戶 機們 支持 貢強 旺 希望 Ox